他脑子里被人中了东西 哼 我就说 他怎么能咬死了不开口 石髓骨是什么东西 就是以人脑髓为食 能够在不破坏外表的情况下 将人脑子掏空 而人死后 若不破开头颅 是完全发现不了的 石髓骨被下了禁止 将与巫族密钥的事情 全数锁了 山王但凡开口提及半句 就会处罚 不过你们放心 这东西我解不了 族中有人能解 等我把山王带回族中 让人解了他体内的石髓骨 自然也就能知道 是什么人在搞鬼了 你未必能将他活着带回巫族 阿渊的意思是 那石髓骨 如果真像是赫连少君说的那么厉害 也就意味着 给山王下骨 让他暗中搜寻密钥的人 早就防备着他开口 连你也解不开的禁止 想必不是巫族人人都能做到的 换句话说 你就算真将他带回巫族 也未必能让他活着 到禁止解开 开口的那一日 你们是说 这次巫族来的人里 就有与山王有关的 山王不是傻子 无力可图的事情 他也绝不会做 换句话说 能让他帮忙寻找密钥 甚至明知道 有可能会冒犯巫族 却依旧答应下来的 也就只有那么几个人而已 巫族中 谁与他交好 谁又能不知不觉的 对他下了石髓骨 而不被人知道 有谁 有那个能耐 落下连你也解不开的禁止 很明显不是吗 林大哥是说 凤山 不可能 他没那本事 凤山的确是精通巫术 可是 石髓骨不是那么容易 养得出来的 关键 他也没能力 想那种禁止 他是没本事 那他身后的凤氏呢 而且 他不是还有个叔父吗 我记得凤山那次 朝我下死守的时候 按照巫族族规 他早该被带回圣地受罚 且以巫族的族规 他至少二十年内 是不能出禁地的 更不可能继续留在大越国 当凤氏长老 当时就是他那位叔父出面 将他救下来的吧 我记得 他叔父在巫族之中 地位应该不低 而且凤氏 本就以修炼黑古术为主 那位圣地长老的古术 更是整个巫族之中顶尖的 你是怀疑凤岩重楼 不是怀疑 而是很有可能 不是吗 那位长老就在圣地 且与圣巫 也时常相处 他有些什么手段 知道密钥之事 在告知凤山他们 应该不是奇怪的事 而且以他的本事 想不惊动外人给善王下骨 设下禁止 应该不是难事 凤岩长老 的确有能力做到 可他为了什么 他性格不争 对圣巫也极为尊崇 而且凤岩长老 对巫族兴衰 更是看得比什么人都重 凤山上次犯事的时候 虽然被凤岩长老压下来 可事后 凤岩长老 却延长过他了 他为什么要暗中寻找密钥啊 这就要问你们自己了 巫族的事情 我知道的不多 就连着密钥的事情 我也是刚听说不久 阿音对于巫族来说 到底是用处 也只有你们自己清楚 至于那个凤岩长老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 他对巫族忠诚 不代表不济于密钥之事 对阿音也毫无恶心 人心本就多变 谁能保证 谁就真的是彻底的好人 毕竟 哪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山王跟凤山相交 就被人下了骨 而且凤山之前来后 第一件事情 也是讨要山王 你难道不觉得 这些巧合的过分了一些吗 其实想要知道 是不是那个什么凤岩长老 也容易得很 赫连绍军也说过 山王身体里那个禁止 你虽然解不了 可巫族之中有人能解的 你只要假意 要带山王回去 若真跟凤山他们有关 他绝不会让山王活着 回到巫族 好 我会跟南越皇帝提起此事 到时候带山王一同回巫族 好 好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